哈喽大家好 我是四瓶大饭 今天又是一个人在家呀 孩子放假就这样了 媳妇白天是回不来了 然后我为什么天天做菜做的挺多的 我就寻思这早晨这乖做 现在11点半了 开饭吧 今儿菜可以买到 还是 自己蒸的饭饿了 这是菜老硬了接着吧 尖椒干豆腐 红烧肉 酸菜炒粉条 就是饭盒吃的 整点 刚想说早上学的时候的感觉了 但是 你瞅 有这玩意儿 不对 上学家没有它 来 来,蒸一口 无烧肉 真香 有很多人问,你吃个饭,录个视频,啥意思 我只能这么说,我2008年,孩子出生就买了个数码摄像机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每天记录了 只不过现在可以通过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这就是我记录生活的快乐吧 最近看到很多同时期跟我一起做自媒体的朋友都断更了 我真的是很痛心 我感觉这四五年走过来 互相见证成长 真的是惺惺相惜 现在不得已都是为了生活 而各自努力 好多朋友问我自媒体的收益如何 那我就简短的说一下 也是从最开始一分钱开始起来的 头半年大约是每个月50块钱 做到一年的时候大约是每个月800 第二年投入多一些 因为想从美食领域转到旅游领域 走了不少弯路 第三年投入更大 年终总结的时候跟自己说了一句话 人家都在赚钱 我当年搭了9万 现在又从零开始了 我依然记录着我的生活 每天记录是我的快乐 跟镜头前的你们互动 这也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有人说我很能嘚瑟 但我真的不吹不眼 不炫 也绝对不会铁 这就是最真实的我 南北吧 朋友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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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